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事长请 王委员您好 副事长我想请问一下 这长期照护 其实目前为止在台湾是有一些 我们其实委员署中央跟地方都有负责评鉴 那么地方是负责评鉴一些 他是做一个抽查还是做全面性的评鉴 地方政府一直需要 他是随时可以检查 依法随时可以检查 至于硬办理评鉴 有没有定期评鉴 有中央政府在法律上有规定 我们硬办理长照机构的评鉴 对 可是中央政府是地方政府评鉴比较好的 比如说优甲乙 才中央政府在进行复评 还是什么 不是不是 是我们就是跟地方政府一起 我们定定的评鉴的基准 有评鉴的委员 就到地方去会同地方的人一起去看 那评鉴成优甲乙或者将来我们会改成 优甲乙丙丁啦 优甲乙丙丁啦 对对 或者我们只有改集合格的只有剩下两集 那个是将来我们会调整 总是都是中央和地方联合去谎查评鉴的 都是中央和地方联合 是的 所以无所谓所谓地方做第一层的评鉴 中央在做第二层 这个不定期的集合啦 包括有人有举花一些灭带或者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地方的不定期集合我知道 那不定期集合之后会送来中央吗 基本上他们的 没有吧 可以处理的就他们处理啦 如果他需要就法律的适用性的问题 跟我们有所讨论 那他会行为来跟我们做一下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以这次的近年度所发生的 这个在高雄 那家长照的机构 连续好几年都评鉴很差 平等丁等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处理 那如果按照你说按照这个机制 不是这个机制出现问题 就是你们执行这个机制处理的人员出了 因为那家是内政部主管的啦 那也许内政部是在资源还不够多的地方 他不敢一下子就把它消失 对我知道 而强力的介入去辅导 希望他能处理 可是作为评鉴呢 内政部主管是内政部负责评鉴 还是事实上我们卫生署 看他是依照老人福利法 还是生残法 成立的社务机构 那么就有内政部评鉴 我们是依照护理人员法所成立的 在专业上呢 是是 护理机构的部分是我们评鉴 福利机构的部分是内政部评鉴 虽然他们有时候会交叉 聘请一些委员 但是基本上 负责主管的机关是不一样的 因机构的性质而有差别 我们可以了解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做 其实对于这个 这个照护机构 我们觉得其实好像会牵到一些跨部会的问题 将来当然 未来可能就变成 这个社会福利机 卫生机社会福利部 就可能事权会统一 但是在此之前 你说有一部分是属于内政部主管 但是他专业上又要 譬如说在牵到医疗或照护的时候 又要仰赖卫生署的这个专业 他们的专业委员都有交叉 我们自己做的评鉴也会请 这个社会福利方面的专业委员进来 他们做的也会请我们 那如果依照你这样说 那这样目前的现行的事物就运行的很好 那干嘛 干嘛要这个事件 就是有一些问题嘛 对将来整合成部以后 也是希望能够克服这个问题 现在交叉委员只是委员本身 在公权力的行使上 还是单一部会在行使公权力 对啊 所以说你刚刚说 您刚刚说这个主管是 是内政部在主管 但事实上在专业上 很多督导的部分 还是要这个卫生署 在专业上来的支援嘛 是吧 这是委员的部分 专业委员的部分 委员的部分 另外提到今天所提到的 安宁缓和 刚提 刚这个 这个许多委员都关心 所谓找到 玩到 同意 不同意 其实 主要是牵涉到说 当事人 当事人他没有表态的情况下 变成他的家属 可以做某种程度的处理 可是呢 在当事人有表态的情况下 某种 这个 因为他的 刚 我们的这个 卫生署的报道里面 他有时候有携带 这个 这个 这个卡片 或者没有携带 怎么样做去 让他可以 在医疗院所 在 确认这个当事人的身份 马上就可以 在第一时间得知之后 他有没有签署 他同不同意 如果他有签署 他同不同意的话 这马上就可以 马上可以处理 也不需要家属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怎么样 是是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修法 就是一方面 让健保卡注记 用法律来定制 第二个也就是 要把这个 原始的 签署的同意师 用电子档 用电子签章 给卫生署来存记 那卫生署可以 开放给 医疗机构来查核 这样子的话 应该是比较 不用 不需要 就是说 会把这个 衍生纷争 的几率降低 是的 比如说 同样的 兄弟姐妹 有人主张同意 有人不主张同意 然后早到晚到 插一个红绿灯 大家要这样 变成兄弟姐妹之间 大家 或者说子女之间 大家吵成一团 或家属之间 大家吵成一团 其实也不是这个 当初立法的 这个用意 另外一个 想请问 管制药品的部分 管制药品的部分 台湾现在 会让人家觉得 您觉得管制药品 是在犯难之中 失控之中 还是事实上是 有慢慢建立起 一个程序 只要是合法 登记的药品 在台湾 几乎没有被滥用 那现在 主要的是说 一些化学工厂 特别是地下工厂 它也可以合成 类似管制药品 有类似管制药品 效果的 但是没有被列管的 它是叫毒品 它不叫药品 药品是要查验登记 有许可证 有制造许可证 一样是马飞 经过一样特殊的 就是有财员登记 它的制程 它的含量 它的这个药效 经过这个验证 叫药品 没有经过验证 只是外面合成的 然后来吸毒 那个叫毒品 对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觉得 目前为止 在管制药品的层次上 是不管是医药院所 或是其他相关的机关 是管制的不错 那为什么日前曾经发生过 好像这个 他们有使用这个管制药品来 来来 或者说管制药品 好像大量被 被滥用 或是被 目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其实都是毒品 都是毒品 如果是这样 如果这样 那是变成另外一个层次问题 因为变成毒品的管制的问题 是 毒品来查查 是 但是您觉得说 现在目前为止 过去曾经也曾经发生过 说医院的马飞 不翼而飞 或者说医院的马飞 就是医院 类似管制药品的东西 然后 然后它的一个申报流程 被人 里面的人接手知道 那是少之又少的案例 觉悟仅有 应该是这样子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今天 OK 那我知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今天管制药品的 这个修法的这个方向 主要是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原来管制药品管理局 已经改制 食品药物管理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原来 这全是也是顺面 这算是配备 第二个就是 原来我们的管制药品的分级 还有它的使用量 原来只有说要公告 没有说要刊登公报 那我们现在规定要刊登公报 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制药工厂 制造贩卖输出输入 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制药工厂 我们为了增加它营运的弹性和效能 我们希望它在法律上可以用公司的方式来做 主要还是还是局限在 不是局限 主要还是限制在 行政管理的层次 对 还是在行政管理的层次 所以您认为目前为止 这一套整个机制 还是能够防止 药品被滥用 误用或是流用 我们从麻作药品经理处改制成为管制药品管理局 到病日食品药物管理局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管制药品的管理 都还蛮上轨道的 应该是说大家都可以满意的程度 那针对现在最后一个问题 针对现在大家感觉到说 在市面上 有一些药品 一般的药品 然后它有类似 或是有部分感觉到 有相关的这个 这个类似像管制药品的 或是有迷幻 或是麻醉的这样的效果的 一般的其他药品 这个卫生署的态度 或是食品药管理局的态度 会怎么样子 会残性监管这些 这些药物的清单 然后把它列管还是怎么样 第一 是药品或毒品 只要毒品跟药品 会相近的 我们分级都是有会同各部会 采用国际的基准 参考国际的基准 我们随时在调整 偶然 偶然我们有自己的文化 比较特别纳入的 比方说RU486 这是我们特别的文化 我们把它纳入 来做管制药品 不然各个管制药品 纳入分级 大概都是参考国际的基准 所以你所讲的管制药品 基本上也不见得 局限于 像RU486 基本上是堕胎用 那是我们国内的文化的特殊 然后那个这个像 像欧洲有些国家 它的大麻是 是可以部分合法 对 那但是因为我们 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文化 跟我们的情形 但当然啦 大麻在 大麻的合法使用 或者是这个部分 其实在世界上还不是主流 只是部分的国家开始 但是目前为止 对我们 我们的国家的国情 是我们还是 不会考虑这方面 目前不考虑 OK 好 谢谢副长 谢谢 谢谢我们黄卫泽委员